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到最後一節 向左忙的時間 剛才的休息時間 也提到 剛剛是不是這星期有一班社工學生 其實應該是社工學生 但大部份參與者都是社工學生出來示威 這個跟早兩年爭取同工同囚的時候 很多現職的社工都有出來 差很遠 當然那次亦有很多社工系的學生 今次應該現職的社工不是太多 比較多的是關注的人 和一些社工學生和大學生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壞的現象 我覺得社工正在面臨一個專業上的萎縮 和受到佔答 人人自危 我覺得社工界一定要想想怎樣做 最大的問題 其中一個關鍵就是 就是說如果一個專業本身 因為他不能夠錯以自己專業本身的 不單只是技能 或者是知識 甚至是專業背後的那種價值般 那種道德 作為他們存在的價值 而用了譬如說資源 用了資源分配 用了我拿到多少資源 就我存在價值最多 我資源最少的話 我沒有存在價值的話 一定會出現這一種 譬如你會見到就是說 因為可能這個設備本身 會涉及到我自己資源的多少 如果我這麼積極去參與的話 可能我資源少 我不如不參與 結果就真的會出現一個這樣的現象 我覺得很簡單 整個社工界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社會這麼不公平 財富分配越來越懸殊 例如公共開支是受到少數人的操弄 寧願浪費錢去騎高鐵 都不會做多一些社會福利的改革的時候 如果這些人出社工界視若無睹的時候 其實抱著一起死 因為受眾本身是不會支持你的 你都沒有為受眾想事情 很簡單 你走去普通投資 即我經常說的 社會保險這個制度 你如果走去買私人保險 你那個銷售市 有市應該幫你claim 現在我們就是這樣 當我的錢是政府的 不是市民的 所以現在就千方百計 阻礙市民claim的benefit 發明很多mintest 第二個就是社工本身 應該澄清他自己的觀 應該澄清他自己的觀 因為讀了這麼多書 這個社會服務 或者社會工作的最有價值觀是什麼 就是你要令到社會本身 或者你服務的社區 是一個有意識去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 或者社區 在這個角度來說 你才有扮演角色 如果大家都是這樣想 其實這個 你還想怎樣 這樣也不行嗎 我覺得基本上這個社工運動會 等於我經常都覺得 香港的教師運動 如果不能夠結合到家長和學生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這裏 搞來搞去 就是徘徊於 爭取過一個群體 就是他們自己的階層的利益 以及是不是促進這個教學改革之間 在這裏盤盤盤 這一個其實真的很想找一次 跟你說一說 我自己本身的角色 我自己本身的經歷 其實我… 其實我… 其實我跟教師差不多 其實整個環境本身 當然有人可以… 可以將個責任 怪在政府本身的資源分配制度 一不覺不服 我亦都可以怪 一個社福機構本身 因為要看錢份上 於是專業要走某一面 但是其實作為社工本身 如果你撇開資源的問題 你其實想一想 如果你發覺到 你作為一個幫人行業 你發覺到連自己本身 在工作範疇裏面的一些不公平 或者是不公平的地方 你發覺到自己做不到 你慢慢都會變得無能的話 很簡單 這個社區社工的角色 就經常都有一個衝突 譬如你在這個蔡元村 現在蔡元村沒有社工服務 如果社工服務的時候 他就考慮價值的問題 就是到這裏高鐵應該要蓋 如果應該蓋的時候 為什麼應該蓋呢 如果要蓋的時候 為什麼要犧牲小眾 我們要來完成大眾的目的 所謂大眾 這些全部都是要有一個價值取向 其實一個社會 到底是否有公平公正公義 這個財富和資源的分配 是否應該有一個更加平等的分配 這就是所謂社工的價值觀 其實你講回高鐵講一點點 很有趣就是 剛剛我們上一集都講到 根據政府給的資料就是 將會有很多的一些成效會搭高鐵 但其實那個標價本身其實都很貴 他就是這樣講 一萬一千 接著就會加上八萬八千 到九萬九千 他的說法就很奇怪 就是在五十年之後 會有八百三十億的經濟效益 這個就覺得很奇怪 如果我們社會越來越貧富原殊 越來越窮人越多 越有錢的人集中 這麼少資源 你留在想 現在連我的學生 住在這個天水環 根本連搭車到市區都覺得很貴 你有沒有可能想到 突然間社會多數很多有錢人 突然間很有錢 可以負擔達起所謂高鐵 這個想法合不合理 其實是留給我 這也是一個社工的問題 如果社工不去過問社會整體的資源 和財富的分配的話 社工只不過是一個修補的機器 當社工是問過問這件事的時候 他就可能會預出一個所謂中介社的角色 他自然會受到打壓 在香港的前期 他們曾經經過分配成為一個 相對來說是挑戰一個過時的建制 或者是想塑造一個更加公平的建制的角色 今天在城北國撥款 加上學校 也是資源風頂 私有化的時候 無論是學生和先生 和現職者 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或者是無法造成的角色 所以我想社本身的角色 或者本身自己的定位 其實都是一個值得繼續關注的問題 或者在做一旦節目時間到此 下星期再見 再見